端午节就要到了 家家户户都要用到艾草 艾草全身都是宝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艾草搭配鸡蛋 没想到作用这么大 它的好处拿钱都难买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一圈森林求关注 首先准备适量的鸡蛋撒上食盐 再倒入少许的白醋 鸡蛋的外壳很容易沾染一些污染物 不论是米巴还是各种细菌 都有可能附着在蛋壳上 加入食盐和白醋 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所以今天要用到的鸡蛋 一定要认真地给它清洗干净 接下来准备一把艾草 这些根部和硬杆我们就不需要了 直接用厨房剪刀 把头部比较鲜嫩的叶子剪掉 放入一个大盆中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把艾草清洗干净 今天分享的这个方法 家里有女人的一定要做给她们吃 锅中水烧开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把清洗干净的艾草放进来 焯水30秒 去除部分的苦涩味 就可以直接夹出 放入凉水中 使它们快速的降温 艾草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膳食纤维和多种矿物质元素 对身体的好处非常多 把超过水的艾草平铺在锅底 然后放入我们提前清洗干净的鸡蛋 再往里面加入小葱段和姜片 倒入适量的凉水 水没过鸡蛋即可 盖上盖子开小火 煮上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打开盖子 捞出来 用勺子轻轻地敲打蛋壳 就可以敲出非常漂亮的均力纹 这个方法就和煮柴叶蛋一样 接下来我们盖上盖子 继续开小火煮上两到三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个电饭锅的内胆 先把煮好的艾草夹进来 再把煮过的鸡蛋铺在艾草上 最后把煮艾草的水一起倒进来 把内胆放入电饭锅中 圈个好物 定压力锅 就可以盖上盖子 选择电饭锅 保温功能 保温下两个小时 让鸡蛋去吸收艾草的香味 时间到了之后打开盖子 直接把鸡蛋捞出来 装入一个大盘中 这样煮好的鸡蛋 外壳呈现漂亮的青花瓷纹理 鸡蛋都完全吸收了艾叶的汁水 光闻起来就有艾叶淡淡的清香 每年快要过端午节时 我们家都会用艾草来煮鸡蛋 不光做法简单 而且吃起来一点也不会苦 比单只鸡蛋要更佳的营养健康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